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那么今天做出决定 那么认定日光公司违规情节重大 那么决定命期停工 那么决定命期停工 再来看到法务部检察官审议委员会下午开会决定 依照检察官评见委员会的建议 将卷入关税案的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皇继警告一次 并免去高检署检察长的职务 改掉最高检察署检察官 对此村守皇又做出了回应 人生没有太多的应该 只有感恩 那掉到最高检当检察官 去做历练 我想对人生也有很大的 学习跟帮助 人生没有太多的担心 只有放下 其实人生虽然会有暂时的挫折 不会有永远的失败 那掉到最高检 其实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官书案也引发了特征组的存废问题 台北市长郝龙斌上午就被问到 该不该废除特征组 郝龙斌回应说呢 特征组处理监听及司法官书案件 已经让民众怀疑其公信力 应该要慎重考虑特征组退场机制 对此国民党发言人杨伟中说 特征组存废议题 党中央政策已经定调 立法院党团也已经做出决议 认为特征组现阶段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明天就是九首假期了 您也许可以考虑搭捷运去走走 台北捷运新一线的通车优惠 也将在23号营运结束就会截止了 提醒您把握最后的优惠时间 除了搭台北捷运出游 您也可以到基隆去看黄色小鸭 今天黄小鸭顶着寒风细雨 再度的下水彩排 今天开始小鸭将固定在海洋广场前方的水域 接下来会陪民众欢度耶诞 跨年还有农历春节 主办单位预估活动第一天会涌入30万人 而50天的展览期间可以创造600万人次 再把镜头转到国外来看到 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金船枪击事件 造成了有四个人死亡 其中包含了拉邦根市的市长塔伦帕 案发当时的塔伦帕是和家人从速度返回马尼拉 在航站外等车的时候 结果突然被近距离的将他击毙 但目前的事发原因还不清楚 另外来看到的是要到乌克兰旅游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当地的抗议行动持续 因此外交不把旅游灯号调整为黄色 提醒要到当地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谢谢收看